編九公會的趙理事長 請黃副署長 請趙理事長 那對不起,那我首先請教一下署長 副署長 因為關於那個今天要修法的 因為黃志華,當然我先用這個機會肯定我們 那個本院所有的委員大家非常用心 當然也提出很多的一些所謂的修正案 那當然也本席再次向他們表示肯定 但是有關於這個修正案裡面 當然本身有一些可能跟現實的狀況 有一點比較不能夠吻合 那所以說也引起包括有很多的基層 大家非常的關心 包括有些基杉在不分的也靠近來在關心 那當然這一點本席今天也提出這個意見 那當然也希望我們所有的一些提案的委員 大家也能夠,就是說假如說能夠的話 是不是能夠辦一個公聽會 聽聽大家的意見 那另外就是說,有關你現在目前這個修正案裡面 我比較不解的就是說 有關裡面提到一個問題 那當然執行的內容是本法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之取締職務 那當然依照本期所了解 因為警察工作牽頭萬事 打擊犯罪維護治安 當然對整體國家治安來講應該是功不可沒 過去的所謂警察包含大街現在剩下大概不到七萬人 所以我們現在要主要負責的工作就是民眾的這個生命財產 自由還有這個人權的保障 還有行事交通 這已經花旗了我們很多的警力 假如說要警察去協助一般的安害的起地的話 我想會排擠到我們的警力 放在這些重點工作上面 這是非常不遺的 而且我也昨天我也特別請住入住民連絡官傳回來的資料 在美國或在日本 檢察是不來協助這個所謂的安害的起地 只是有少數的地方 比如說在一些透視的像美國的提進 他是禁止這個抽煙的地方檢察也來協助 但是其他的地方 包括聯邦跟地方是沒有規定出檢察來起地 但是在台灣我們想要跟衛生署長期的活動 就是在這個警察人員衛生警察人員 一到時候執行這個取地安害的時候 一到抗疫的話 那可以請求警察來做一個職務上的協助 那是依照行政承信法的規定來協助可以的 好 那我了解 那後面還有一句話 你注意聽 他說執行職務使並受該地方主管機關支指揮及監督 那當然有關你那個淹害的部分應該是地方主管機關是衛生局 那假如說這樣的話 那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說 地方的警察局要去接受地方的衛生局的指揮跟監督 那我認為這個可能會有很大的一個重大的一個瑕疵 那當然我盡量的機會點出這個問題 那當然也希望我們警政署這一邊 本身也要向相關的委員以及相關的主管機關來做一個反應 那當然一方面就是說 警察的工作事實上他最大的目標是打擊犯罪 維護治安 起地牛馬 這一點是大家比較關心的 那當然淹害這個部分事實上 我個人是沒有抽菸啦 當然我也對於淹味也非常敏感 但是話又說回來就是說 抽菸他本身也沒有犯罪啦 那當然也要為這些所謂的抽菸的人 他本身來做一個設想 不管是他將來擬定的場所等等 那這一點的話我也希望 相關單位大家能夠共同來重視 我再強調一句話 我本身沒有抽菸 而且我聞到菸味 就會感到非常敏感 那當然我也對於所謂的拒絕抽所謂的 吸所謂的二手菸 但是話說回來 他本身的吸菸的人錢 我們還是要去給你重視 所以我以上就用這個機會做一個建議 那也請副署長請回 謝謝主委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我剛剛也提到一點 事實上本席對於所有的一些委員 大家非常關心所謂的淹來防治法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大家也非常非常的重視 那當然就是說我也希望這個機會要請教一下 那因為我是不是能夠請主席 那我也請那個所謂的那個 煙酒公司的一個代表 同時他也是煙酒公司 產業公會的趙李市長 那你針對所謂的 現在目前立法院有部分的委員 提出淹來防治法的修正案 那你個人的看法怎麼樣 感謝委員 也感謝招委 讓我有這個機會 能夠來這邊做一個說明 我想淹來防治法原則上 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當然都是支持 只是說在整個的修法的過程裡面 我想是在九十六年七月的時候 這個法才正式通過 然後九十八年一月十一號 才正式實施 那實施到現在其實才兩年多一點點 其實在整個的過程裡面 我們是希望是說 立法院其實是非常一個神聖的一個地方 他對所有的相關的一個法律的一個制定 其實都是應該是非常嚴謹 也是非常應該來慎重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情形之下 我們是覺得兩年的一個時間 你要再去做把這樣子的一個法令 再去做修正 其實是非常非常不太恰當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現有的法令的一個實施的部分 在上一次修法的過程裡面 通通都有談到了 不管是長壽菸的品牌也好 或者是說我們的吸菸場所的部分 這個在上一次通通都有去做了一個 經過大家的在立法院 非常神聖的這樣子的一個 互相的一個溝通協調之後 所定下來的這樣子的一個法律 然後現在就要再去把它去做推翻 我是覺得真的非常不適合 尤其像我們的那個 有所謂的那個老人院這個部分 健康的中心的部分 這些的老人其實講起來 可能都已經日薄西山 或許可能根本就已經要走路都很難了 但是你現在也要把他這樣子的一個吸菸場所 也要去把他去禁止 一定要叫他走到院外裡面去抽菸 我覺得這是對這些的老人其實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抹煞他的一個 最後的或許他的一個 只有他唯一的嗜好 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尤其對於現在的另外 對於有一些的場所的部分 也是一樣 當初也都是經過大家的一個 互相的折衷 尤其我們的委員通通都非常的認真 大家互相在這邊的談論非常的久 所以才把我的吸菸場所 譬如來講有一些開放的地方 還是可以來做一些的吸菸 像薑母鴨燒酒機 但現在又要把這個部分 又要去把它去做一個限縮 甚至完全禁菸 甚至連飯店裡面的 我們所謂的負壓吸菸室 當初很那個每一個飯店 就是因為政府修了這樣子的一個法 所以我飯店花了好幾百萬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負壓吸菸室 但是現在又要去把它全面去把它禁決 我想那這樣子的對於這些的 守法的業者 那誰要來把這些的 我所投資下去的 你要去還給人家 所以我覺得在整個這個修法過程裡面 其實立法院的一個修法是非常神聖的 那既然大家在上一屆才達成的共識 而且才兩年多 是不是這個部分 可以再往後再去做一些的 的慎重的來做一些的思考 然後也多多聽取所謂的 不管是消費者的一些聲音 當然我們也願意聽 我們反對反煙的團體的一些聲音 甚至一些所謂的那個這些生產的單位 或者是還有我們很多的一些消費者 還有我們的很很多的一些的團體的一些聲音 我想這樣子 把整個的聲音來做一個整合 才是我們的一個煙害防治法要去修正 才應該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在這邊還是要懇請 我們那個貴委員會 是不是可以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公聽會 讓大家共同的 把一個法 把它真的是可以立的 大家都可以接受 而不是說今天只有某一方面的聲音 這個部分我想是非常非常不恰當 另外對於其實煙害防治 這個名稱我們也是稍微有一點意見 當然對於煙害其實我們通通都 其實我也跟各位報告 我本身也不抽煙 我本身也不抽煙 但是我覺得說不管怎麼樣 基本的一個人家大家的一個人權 其實大家都應該要互相尊重 我吸煙的人尊重你不吸煙的人 你不吸煙的人 其實你也應該要尊重我 我那個吸煙的人 所以大家在這樣子的一個傳體之下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社會 才會比較和諧 我們不不希望是說完完全全都是用煙害 煙害當然它是害 但是在這邊很很抱歉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的現在我們統治基金會的代言人 我們陳小姐 他幫兩個的油有去做了一個廣告 一個是微粒清香油 當初他做的部分就是百分之 我們婦女百分之八十 這是微粒清香油的部分 百分之八十是因為油煙所造成它的一個肺 肺的那個可能肺癌的部分 那另外又幫那個一個 是用百分之五十的部分 這個我想是說 那到底煙是真的會比油煙厲害 還是整個的空氣污染會比煙是真的那麼厲害 還是說只是因為它是煙 所以就把所有的東西都認為是煙害 那假如按照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覺得那所有會治癌的東西 可能應該都要來抽健康菌 應該都要來抽健康菌 比如來講炸雞 炸雞吃多了也會治癌 燒烤吃多了也會治癌 可樂喝多了也會治癌啊 然後這些東西通通都是因為 它只是會造成它身體 那很多的東西應該來講是說你過油不及 你吃多了當然它會治癌 但是你吃你只要是適量 其實它不一定是會 那尤其有一些夜間工作者 那個或者一些是主編 他們可能通通都會吸根菸 然後來去尋求一些靈感 我想這個部分 其實要去把它做那麼的 嚴苛的一個限制 事實上在整個的修法過程裡面 是有一點實在強人所難啊 我想這在我們研究聯合會的立場 或者是我們代表消費者的立場 或者是員工權益的一個立場的部分 我希望我們的貴委員會的所有的委員 通通都能夠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法令的一個修正 其實是應該真的要慎重 要慎重 以上 好 謝謝 那剛剛燕酒公司的代表 同時也是台灣燕酒公會的趙理事長 已經向各位做了一個非常詳細的一個說明 那當然也能夠提供給本委員會做一個參考的一句 謝謝 以上 謝謝 謝謝陳傑委員 接下來請郭樹春委員